現在香港娛樂圈其實還是挺特別的 其實近十年來都形成了一個勢頭 那就是TVB獨自一派 港產電影和其他電視台一派 相較於前幾年的形勢 這兩年其實已經好了很多 但依舊似乎每個都想杯葛TVB 但又每個都想和TVB有點關係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留意去年TVB的新聞 當時一度盛傳曾志偉等高層中的高層 因為管理不善 所以眾多高層要下台 不過最終只是遙傳 而且還找了很多TVB的內鬼 散布假消息的前員工更入肉了 其實在港圈裡TVB就是一個大的流量時 最近TVB勢頭不錯 員工還有加工之的 這時候再次出現負面新聞 例如最近有一位入行五年的年輕藝人宣布離巢 然後直接直播標題寫著TVB離巢 帶台月薪等等 想著用TVB的名氣給自己帶來一點觀看 接著又參加一些網台爆料TVB人工低等 其實一直想問剛入職的時候 不知道薪金和酬勞事多少 要等到發工資那天才知道不夠錢花 其實這幾年的新聞橫視又不少 而且也有一些老藝人 包括一些前高層 也經常帶上TVB來發布或提播宣傳 最近更有一個不是TVB的網紅 因為接受過副台的節目邀請 然後在短訊中拒絕而上新聞了 最近有記者還表示 從一些傳媒朋友 得知一些名氣較小的前TVB藝人 如此TVB的好新聞不報道 有正常藝人離巢 人手變動將會大肆報道 現在講圈形勢 就是人人都想杯葛TVB 但人人都想和TVB帶點關係 例如一些老氣骨 近年憑著在TVB積裡下來的人氣 在內地登台站前 但其實不僅老藝人 就連TVB曾經力捧過的花彈 也要出來踩一腳 前TVB花彈唐詩永智離巢以後 便多次在受訪時談及老冬家 當時恢復自由身的他 不僅免被抽擁 還可以自己挑選工作 而這段日子 他就先後接了幾個廣告 又獲腰拍了兩出電影 以及不想與金剛拍攝綜藝節目 他也承認賺到盤滿半滿 在外接幾個工作等於在公司幹一年 前段時間 他又為對台拍節目 吐槽以前在大台工作 作態密集 享受新生活模式 唐詩永於兩年前 與TVB約滿離巢 恢復自由身的他 先是去各地旅行一番 還是首次帶家人同行遊玩 他也承認過往太專注工作 而忽略家人 現在會更珍惜與家人相處時光 早前唐詩永首度 為有台HOYRTV拍攝節目 《英國編發好》 現時該節目已經播出 後悲都算不錯 之後唐詩永接受了該台專訪 首次分享他為有台拍攝的點滴 他說不知 不過離開TVB已經一年半時間了 不用劇接劇的他 此現時很享受旅行的樂趣 以前從來沒試過雪酒就走 因為工作模式很密集 休息都成問題 儘管有時間離開也只是兩三天 不是真正的旅行 他還表示今次跟HOYRTV合作很開心 希望未來能繼續有機會合作 無論拍劇也好 又或者嘗試跟新伙伴合作 唐詩永還發掘了自己新的興趣 他學習去做麵包也遇到很多同學 學會如何跟大家相處聊天 真正感受到人與人之間如何溝通 他只過往身邊 全是工作人員及人員 但現在身邊的同學 有可能是做媽媽的 又或者是開店的 不同的人聊不同的內容 他還搞笑稱 接下來要學舍有男同學的興趣 這樣才有可能結識到可發展的對象 放慢生活的步伐 唐詩永與別人的相處 也變得有心度了 他只以往工作自己會98%的投入 即使身邊人腰弱 也會等待確定不用開工才答應 所有決定都是工作偉先 唐詩永還表示 你籌後有了相具自由 終於沉回自我 跟自己相處近一年半時間 會真正了解自己的喜悪 比如從前跟朋友吃飯 吃什麼我有沒所為 因為沒有多餘時間去世美生活 現時唐詩永已經確定 簽約古具機太太旗下經理人公司 談到未來工作方向 他表示沒有目標是最好的 這樣才可以讓自己嘗試不同的工作 包括一些網上節目 可以在過程中吸收很多 人也變的大膽了 唐詩永說 如果要跳出空空 首先要自己肯打爛他 原來舊公司一直有著無形的模式 等到自己離開後才察覺到 幾次三分下來 就引發了KVB支持者的不滿 而在近日他想上台星光背後 為自己主持的HOY TV節目做宣傳時 再到談及這個話題 唐詩永在節目中表示 離開KVB是一個經過心思熟慮的決定 之前拼命拍劇就是為了展前 但後來才發現一節都是想多了 這兩年過得非常好 也沒遇到曾經的擔憂的困難 如果想有選擇權 就必須有足夠的積蓄 所以我離開之前狂拍戲 我希望半年沒工作都可以養家戶口 金牛座的人總是需要做好準備才去做決定 但後來我發現恐懼是源自習慣的 離開後立刻就接到了一個廣告 也拍了兩部電影 有很可觀的收入 還有同的嘗試 他說 至於離開的原因 唐詩永稱和身體健康以及專業突破有關 其實自己早就想走了 此是因為對未來的恐懼才沒有行動 而2017年奪取萬千聲輝頒獎典禮 事後大獎後 榮譽已經足夠TVB的角色 劇集又始終差不多 離開的決心才變得堅定起來 2015年的事後還會恐懼 2017年拿完獎後愛心才定了決心 我對自己說40歲後要想清楚該做什麼 這是我對自己設下的最後期限 我覺得自己需要時間休息了 我是很喜歡演戲 但再這樣拍下去 會覺得沒有突破 因為現的角色都差不多 且生活上已經很累了 另外 這位效力TVB近20年的前花彈橫表示 離開TVB後多了許多休息時間 讓自己有機會和父親一氣出遊 生活 自身之間的關係得到收復 實在是非常正確的決定 他對主持人說 過去20年我真的浪費了 希望未來日子可以帶爸爸去不同的地方旅遊 爸爸都80歲了 之前沒試過愛遊 希望他有更多這樣的回憶 我也想一起獲得這些回憶 不想到最後才後悔 再小片看來 唐詩詠離開TVB絕對是正確的 而且是離開得越早越好 最好是他雪的2015年 畢竟這樣他便不必再浪費時間 拍一些差不多的角色 也不用身體過於勞累 還能提早享受 在外接幾個工作等於在公司干一年的風口待遇 可以到更廣闊的空間尋找專業突破 而TVB這 也可以借此省下部分資金和資源去培養其他藝人 省一個事後給有實力的女藝人 增加謝許頒獎禮功順利 兆丹謝許壓榨藝人的壞明星 簡直是張瑩局面 當時那場頒獎禮TVB可被罵的不慶 那一年 橫視TVB50週年 算是非常有紀念意義的一屆 當晚王浩信唐詩詠成為最大贏家 尤其是唐詩詠包冷拿下最佳女主角 更被吐槽成醉水事後 事關在不懂殺嬌的女人中 其飾演的Jerry明明只是女配角 卻唐兒皇之的成為事後獲得者 讓眾人不負 而且當晚包起證明明也現身頒獎禮卻火粒無收 對此更有網友爬出頒獎前夕 唐詩詠就已經與有人提前預祝 顯然是早已知曉結果 再加上頒獎禮前段時間的通稿炒作 一番硬捧上位的結果 就是拜光了原本的觀眾緣 當時就有媒體在Facebook上直播時 以黑人問號簾來表達唐詩詠奪後心情 下面的跟貼也都是吐槽其不救格丹大旗 而且至今一部代表作都沒有 可能是造馬太過離譜 連梁詠琦也點讚了這篇推文 而當TV被官方微博上傳唐詩詠得獎片段時 也被大量負評洗版 迫使其不得不刪除微博重新再發 回看唐詩詠的演藝生涯 在大台做配角的時候 都示現一些鄰家妹妹的角色 沒有吸引太多的新鮮感 多年後終於有擔正做主角的機會 唐詩詠似乎也沒有跳出原有的洪洪 角色千篇一律 難怪觀眾都有了權意 當然換個角度來看 或許與唐詩詠本身的表現 也有一定的關係 他到了平頸期 已經很難做到突破自己 加上一直以來 唐詩詠的表現都差聲火候 誠言唐詩詠早在10年前 就萌生了離巢的念頭 但是沒有經濟支撐的他 始終欠缺安全感 所以希望有了一定的基礎 再做全面的打算 但離巢後他的種種言論 實在讓人難有好感 當然前年離開也不算太晚 只要雙方以後各行各路 互不擔任即可 另外在小篇印象中 唐詩詠這兩年已經接受採訪 談過很多次離巢的問題了 這些真有必要再強調嗎? 專心尋求突破 好好享受生活吧!